大家好,我是卷哥 今天要来看正夯的复仇者联盟2 奥创纪元 这次故事的开端是洛基遗留在人间的权杖 被邪恶的组织九头蛇占有 而复仇者为了夺回权杖 便大举进攻九头蛇的秘密基地 在顺利取回权杖后 东尼斯塔克就想借助权杖的神秘力量 来创造出能够守护地球和平的人工智慧 于是乎,奥创就诞生了 没想到在奥创的认知当中 复仇者乃至整个人类 才是威胁地球和平的最大妄乐根源 奥创就在火同新角色 快音与飞红女巫后 与复仇者们展开激烈的战斗 所以,两个多小时的电影就这样开始啦 将较于第一集而言 我觉得这次的复仇者联盟更加好看 除了爽度与深度更加升级外 对于角色之间的感情也有更多的描写 对于不充斥着众多主角的电影来说 这次在每个英雄戏份的比重上 有了更均衡的分配 比较不会让观众觉得 呦,这家伙来跑龙票的 最明显的角色就是鹰眼 看看上一次的鹰眼 再看看这次 重要性以帅气度整个大妖精啊 而奥创虽然不像洛基坏得那么萌 但个性也是出奇的相当逗趣淘戏 这件程度更胜钢铁人 会让人忍不住想要养一只 纵观来说 虽然这种英雄动作电影 正反两派总是会有一百个不胜对方 还很落实把对方KO掉的理由 就是喜欢等到对方垫得更强更厉害 才要去找对方打架 毁灭或拯救世界 也都一定要等到电影结束前30分钟 才会认真开始 但就算是这样 却依然不减复仇者2的帅气 看英雄们施展各种合体技 还有互动中产生的笑点 都是爽啊 就我自己主观的感受来说 我觉得这是在画面的应用上 更加凸显了团队的要素 而剧情也达到成仙其后的作用 为接下来的内战铺路 如果你是Valwar系列的粉丝 那你一定不能错过 如果你对这些英雄没有特别兴趣 但想看场动作爽片的话 复仇者联盟 奥创纪元 这就是你最佳的选择 接下来的内容 有点小小雷 但并不会剧透 请斟酌观赏 有看片尾彩蛋的都知道 萨诺斯应该会是 复仇者电影的最后大魔王 只是现在与主角群们 还没有任何交集 等等 你以为没交集 那就错了 他其实跟这次新登场的 飞红女巫已经大战一番过 而且让千万人都惊呆了呢 蛤什么时候 哪里 电影里面没有啊 以下画面不建议在公共场所观展 后果请自行负责 萨诺斯 飞红女巫 大战 千万人都惊呆了 女巫的 赞 奥创虽然可以无限复活 但攻击能力好像实在有点弱 堂堂一个大反派 居然还得沦落到 开始战斗机battle 也太伤心了吧 看到这一幕我觉得很high 大家有没有觉得似曾相似的感觉呢 以上就是今天卷歌看副手者联盟 奥创纪元的内容 而之后应该会制作一些充满二趣味的恐怖惊悚电影 像是冰血奇缘 第一第二集 或是同样由负责者联盟导演 乔斯温登所编剧的鬼屋 希望大家会喜欢 我是卷歌 我们下次见 886